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蒙古大軍開始攻打金國的臨屠城 由於西南北三面城外的蒙古大軍猛烈攻打 城內的首將鴿胡加里窮於應付,只要拼命防守 這時,其他將領紛紛向我建議說 蒙古人兵馬眾多,城內守軍太少 有沒有援軍到你,再守下去,後果不堪折想 不如從東門撤退吧 鴿胡加里好為難地說 城吉思汗用攻三流一的戰術對付我們 等於在東面坊的口袋讓我們鑽進去,豈不是太冒險了嗎? 他的步下卻有人說,在城內死守下去更加危險了 從東門寵出去,還有生亡的希望,無險是值得的 最後,鴿胡加里決定夜晚出城,想借著夜色的掩護,幻想能夠僥倖地扔出去 當晚三更時候,鴿胡加里果然帶領軍隊,靜悄悄從東門出去 你一行動,正中城吉思汗的下懷,他正命令窩闊台,率令一支人馬緊緊追趕 當敵軍,當敵軍踢到六盆山西邊一支山口的時候 反而間叫喊聲咒起,速不台埋伏的人馬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 鴿胡加里的軍隊,一個都沒有扔出去,全部被殲滅到山口下面 公佔臨途之後,城吉思汗又領兵去攻打西陵州 根據探馬報告消息,西陵城首將妄力異師足智多謀,城內有兵馬兩萬多人 特別是有一支被稱為神射手的弓箭隊伍,利害無比的 那個哨探報告之後,又補充說,這個妄力異師狂妄自己 他還說了一句,對大汗很不恭敬的說話 城吉思汗問,有話就照着說,花辣子毛的千軍萬馬,我都不怕 妄力異師的一句說話,我就頂不住 那個哨探就把那句說話學了一次,不要看城吉思汗老奸巨幻 你是我要他捨我的亂戰之下,城吉思汗聽了之後 不敢嚇嚇大笑起來,正要講話,忽然間 你雙個憑痛難忍,向後一線,整個答案 波闊,現除雙箭附著富汗,鬧個哨探說 文章,你明知是對大汗的不敬說話 為何要多點向大汗報告呢? 豈不是故意要激怒大汗呢? 講到這裡,立刻對身邊的護衛命令說 帶出去,斬! 兩位護衛正要向前抓那個哨探的時候 見城吉思汗猛地擺手制止,很急地說 不要!不要殺他!他沒錯! 放走那個哨探之後,城吉思汗對部下命令說 請攻打西令城,無必活足妄力以示 於是,窩闊台和粗筆台集合壁 正要出發的時候,他媽又來報告說 西令城四門大開,城上無兵把守,似乎是一座空城啊 窩闊台少爺說,大汗出口了,為何又要棄城逃跑呢? 中人正遲遲的時候,城吉思汗說 未必是這麼簡單,走,我們去看看 窩闊台知道附汗的脾氣,你就是想爛了也不行了 只要向前扶著他向外走去 大家蓄擁著城吉思汗來到城外一片高地上 果然見城內鴉著無聲,好像一座空城 城吉思汗想了很久,立刻伏低身,將面貼到地面 指指細細地聽了一陣,然後站起來,用手指去西令城說 在戰場上撕殺了四十幾年,狡猾的對手見得太多了 你這些雕蟲小技,怎麼能夠瞞得懂我呢? 講完,他在窩闊台等人也將耳朵磨到地面 聽一聽城裡面傳來一種什麼聲音? 蓄北台首先說,這些是亡力以師定落的空城計 城內的兵馬搭地聲音很清楚 不信你們再聽一下 城吉思汗冷笑說 亡力以師的兵馬已經集合好了 等著我們的軍隊一進城 他們的弓箭手就可以萬箭齊翻 不過,他的如意宣盤打錯了 講完轉身回應,問報下說 你們講一下,空城計點破法好了 沉默了一陣,速不台話 亡力以師既然不仁,我們只要還他一個不義 照我看,我們可以先如此如此 過一日之後再這般這般 城吉思汗和眾將令聽說 各個拍手稱讚 說這樣打法,必定能夠攻破亡力以師的空城計 於是,城吉思汗命令大軍立刻出發 拔將西凌城堂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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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城門大開 所以,蒙古軍隊卻不急於攻入城去,只是為而不打 原來,城內首將妄力以師 如計城吉思汗會以為他棄城逃跑 即是會領兵入城的 這樣的話,他在城門裏埋伏的弓箭手 就可以萬箭齊翻 將入城的蒙古士兵全部殲滅 當時,他對部下說 我們在四座城門那裏 埋伏了一萬弓箭手 每座門是兩千五百張弓 如果同時放箭 一次就可以射殺兩千多個蒙古人 兩次就可以射殺五千人左右 何愁打敗蒙古人呢? 說到這裏 這位謀略個人的妄力意思又說 在我們的弓箭手連續發射七八次之後 我們那一萬騎兵就可以衝出去 再殺蒙古人一個下馬威 任他城吉思汗有登天的本事 以攔破我這個空城計 那不定要被我捉住他 但是速不抬為而不打的計策 首先就對妄力意思當頭潑了一盆冷水 為了一日一夜 他說不出聲也不進城 那對妄力意思埋伏在城內的兵馬 那打擊太大了 事關蒙古人的隊伍走在城外 和他們只隔了一座城場 隨時就可以衝入城裡 那時間久了 不單是挫傷了埋伏兵馬的銳氣 也使他們無法休息 既不能夠吃又不能夠飲 更加不能輕易撤兵 全軍主極度緊張狀態之中 妄力意思急躁了 因為士兵機渴都頂不住 賤馬祖已經餓得猛地撕掉 再埋伏下去 兵無鬥志馬亦武力跑動了 怎算好呢 怎算好呢 這時妄力意思固然急躁 他的將領比他更加招吉萬分 事關士兵吵起上來了 甚至戰馬鬧得更加厲害 只見他們又是剖體 又是引頸長篩 搖頭擺尾 不停想爭脫疆城衝出去 最後 妄力意思被逼無奈 照命令守軍中城門關上 等兵馬握緊時間吃夜休息 但就在這時 突然間聽見城外立喊聲響起 蒙古人開始攻城 早有準備的蒙古軍隊 先發誓一批炮石 見城上手兵不多 立刻抬著雲梯登上城頭 攻入城去 妄力意思將剛才撤退的兵馬 又是重新集合起來的時候 蒙古六萬大軍早已衝入城裡 盜著又燒又殺 滿城多蒙古人 雖然妄力意思哭破了喉嚨 他的兩萬人馬再也集合不起 不到兩個時辰的屍殺 被蒙古人徹底簽免 妄力意思躲在城裡的水道內 也被搜查出來 他心知城吉思汗不會搖輸他 就自己咬斷條理流血而死 城吉思汗得到消息之後 他說 嗯 妄力意思倒是一條漢子 他的空城計 到時加速了他自取滅亡的進程 講完之後 只是輕輕笑了一下 就再也不敢出力大笑 因為身上的跌傷越來越痛得厲害 倭阔台叫附汗表情不正常 就問了 現在天氣炎熱 請附汗先到陸盆山那裡休息一段時間 積石舟由我和束筆台去打 城吉思汗忍著身上的劇通 他說 沒事的 等打落積石舟之後再說 這個積石舟 位於附河流入黃河的河口處 所謂舟就是水中的陸地 附河在荷蘭山上無數條山間 和山崖石那之間流下來 在山下匯聚成這條附河 那麼入口的地方 原本是一個不是點起眼的小山坡 經過不知幾多的日月輪迴 黃河和尚有攜帶而來的黎沙流到這裏 是小山坡擋住 逐漸余聚起來 越聚越多 足之形成了這個積石舟 聽說 在唐朝的時候 在積石舟上面聚集了一班土匪 他們在這裏攜帶來往的貨船 成為黃河上的一大公海 當時擔任夏州捷道士的李繼遷 和唐太宗李世民之命 趕走盤踞在州上的土匪 在上面見了一座城派兵把守 保護來往船陣的安全 那這裏就是積石舟 成為西下一座水上重陣 後來 金國的勢力由東向西發展 從西下人手中奪取這塊水中的舟城 城中的居民 多以京商捕魚為業 生活富庶 經濟繁榮 商業發達 人口幾萬人以上 城中的首帳 叫做多雷吉 守棍若母有七八千人 不過城在水中 城上又高又鼓 二手難攻 城吉思汗帶著窩闊台等人 來到黃河邊上 經崩騰澎湃的黃河水 從石石舟城邊上洪湧而過 河水流得又急又快 翻起一個個船窩 噴透著黃色的浪花 一堆堆一堆堆 看著流勢喘急的河水 城吉思汗說 我們的牛皮粉 看來在這裏不容易通過 窩闊台說 如果想通過 只要在岸上留條繩牽著 河水流得再快也不怕 城吉思汗聽了之後 也沒有講話 過了陣又問 從水面距離城上 也不過一丈多高 至多不超過一丈八尺高 講完之後 沒有等眾人回答等 就轉身走回去 來到大將入面坐頂 對大家講 多雷吉 認為我們既沒有道船 又沒有橋樑 他倚仗黃河天險 想跟我們對抗 足不台話 單靠牛皮佛歌河 風險太大了 不如坎佛大樹 做給木佛 從上右放下來 城吉思汗接著說 在木佛前面 樹上擋板 人坐在板後面 可以擋住城上的箭 必定可以打破這個黃河天險 摩佛台也說 我們的牛皮佛 每隻可以坐上三至五人 和大木佛相互配合起來 多雷吉就防不勝防了 城吉思汗也說 沒錯 忍於這樣做 你們兩個的樹林裡 斬樹造物 愈快愈好 事不宜次 速不台又建議 這裡來西陸 這裡來西陸成不遠 到那裡找一些木板來 就更加方便了 城吉思汗又說 不要看這個積石州成不大 裡面的商業發達 富商很多的 這件事 耶律可財插口說 這個小小的積石州 每年貢獻的租稅 相當於今朝 從全國國地所收稅額的五分之一 城吉思汗少爺說 那好 共佔這座城之後 我們也要派個得力的人去管理他 這件事 全靠耶律師生籌劃了 講完 他向耶律楚財少少 溫和的目光 寄託他希望 意思是說 我們佔領之後 遠徹管理還要靠你 林武警來前的一天晚刻 城吉思汗不仍心血來潮 叫人將窩闊台 耶律楚財 兩個人同時叫你 他指著面前桌上的酒菜說 在平日 我很少喝酒 今晚難得有這麼空閒的時間 請耶律師生來喝一杯 窩闊台於是拿酒壺 沾滿杯酒滑 富汗喝酒不多 耶律師生既是海涼 又是蠔飲之人 請你隨意一點 城吉思汗伸手舉酒杯 對耶律楚財說 為了感謝長生青的英明決策 將你送到我身邊來 請喝這杯酒吧 耶律楚財聽了 大約協議地說 感謝大汗的信任和欺重 只不過 只不過 有什麼說話 請先生說明 我不會介意的 報告大汗 我個讀書之人 總是想訪校長春真人一樣 歸隱山林 去過閒雲夜學 自由散漫的日子 你能夠向我說出心裡的說話 我好高興 不過 你不能夠走 我也不捨得放你走 是我身邊不少得你 我們蒙古帝國 不能夠沒有你這樣的人才的 城吉思汗講到這裏 轉頭對蒙古帝國說 我前次已經說了給你 這次 再當著耶律先生的面 再說一次我的祝福 當你繼承我的汗位 君臨天下的時候 耶律楚財 將是你的父國眾神 切記切記 千萬不要忘記 蒙古帝國說 富汗一身英才蓋世 天下無雙 長生天 將保佑你老人家長壽無疆 城吉思汗笑著說 長生天 保佑我原成帝業 遍立蒙古大帝國 已經很不容易了 長春真人亦講過 人世間 只有陽生之理 便有長生之道的 我還是確信的 說到這裏 他睡著想起一件事 看著耶律楚財問 你曾經說過 自公賤常須用公賬 而你天下 怎麼能夠不用自天下賬呢 究竟是甚麼回事呢 耶律楚財聽了之後 笑著回憶說 那時候 我剛剛來到大漢身邊 有個叫常八根的人 他見大漢對我十分信任 就對我說 當前的蒙古國 正是用武的時候 要這個書外子耶律楚財有甚麼用呢 我聽了之後 就對他說了上面那句說話了 城吉思汗有意味深長地說 沒錯沒錯 馬上得天下 怎麼能夠還指望馬上治天下的呢 治你天下 需要治你天下的人才呀 倭闊台說 請富汗放心 將來 我一定會重用耶律楚財的 說得好 你要重用耶律楚財 還要善於選不天下的英才 讓那些有才有色的讀書人 都能夠好像河水流入大海那樣 來到你身邊 為蒙古帝國 貢獻他們的聰明才智 倭闊台連續說 請富汗放心 我一定謹遵教誨 令天下英才 都吸引到我們蒙古帝國來 將帝國治理得更加強盛 從此之後 耶律楚財 逐漸取消回中原的念頭 為蒙古帝國 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無限內之後 在耶律楚財的積極建議之下 蒙古帝國正式建立了國子學 他還親自拿出自己的錢糧 支持和資助辦學人員的生活 公元1227年5月中旬 成吉思汗趁自指發了攻打積石周城的戰鬥 各位 究竟成吉思汗能不能攻打到積石周城呢 欲知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 請下回分解